人家以為我們是預錄的 以為說你剛才被勒了脖子 頭有點斜下 這個今天特徵組 偵辦這個扁家的洗錢案 現在又有了最新的進展 我們先來連線特徵組這一邊 今天早上呢是陳玉扁的核心幕僚 也就是現在的扁辦主任 林德遜呢被在洗錢案 當中被列為被告 而且現在已經生壓了 立刻連線給劉士儀 好的 主播各位觀眾 記得持續守候在特徵組 今天呢上午的時候呢 特徵組是以被告的身份 來傳喚前總統府的辦公室 主任林德遜來盜案 之前他一直都是以證人的身份 這次是首度以被告身份來盜案 說明哦 不過由於林德遜是本案的關鍵人物 他在議訓了四個多小時之後呢 是堅持不吐實力 因此檢察官在剛剛稍早的時候 是已經向台北地方法院 來申請擠壓禁件了 因為呢特徵組發現呢 由林德遜以及陳正惠經手 經手每個月 從總統府辦公室以領具 直接領出半數的 國務交費的用途當中 有超過將近五千萬元 最後是不知道去向跑到哪裡去了 因此特徵組認為說 林德遜在國務交費的支用上面 其實比陳正惠還更要清楚 而且林德遜已經在這個 本案洗錢案當中 已經是第九名被告了 因此在剛剛稍早的時候 檢方認為他在貪污的部分 是涉嫌重大 以及洗錢防治法的部分 也是涉嫌重大 因此呢是當庭呢 是將他申請羈押禁件 在稍後之後呢 將有特徵組的徵房車 來載著林德遜前往 台北地方法院 將由台北地方法院的 值班法官來裁定 到底是羈押獲准 還是不獲准 好的以上在特徵組的 最新情形 現在時間還給光臨主播 好的我們看到呢 這是來自於特徵組 今天點家洗錢案的 最新進展 特徵組呢 羈押了陳正惠 羈押了昨天的蔡明哲 今天要羈押林德遜 前面兩個羈押 都獲得法院的認同 都已經收押禁件 而今天呢 陳正惠貼辦公室的主任 林德遜 到底會不會生押成功 外界也非常關注 而呢 這個過去在 國務機要費 陳瑞人偵辦的時候呢 林德遜也曾經 因為證據的出事 而翻供 在這個起訴書當中 是寫得非常清楚 羈押對他 會有什麼樣子的效果 對於偵辦洗錢案 會有什麼樣的幫助 都值得後續觀察 另外一個現場 我們要來看的 是今天早上發生 在立法院裡頭 衛生署的署長葉金川 到立法院裡頭 卻遭到民進黨立委 疑似這個暴力相向 這個血壓飆高 身體狀況 似乎不是太好 在台大醫院的檢查之後呢 台大建議要住院觀察 我們連線給記者朱寒宇 好的 衛生署長葉金川呢 上午遭到民進黨立委 肢體拉扯之後呢 目前人還在台大醫院 也繼續留院觀察 那麼剛剛稍早之前呢 院方已經出面說明 目前葉金川的身體狀況 我們看一下 稍早之前的訪問 葉書長 他因為心悸 那他有臉部潮痕的問題 他有頭暈的問題 來台大醫院就診 那他來到台大醫院的時候 血壓是 收縮壓是160 那 出髒壓是100 那因為書長 他最近公務非常的繁忙 所以 他最近的這個頭暈啊 還有他今天到診的時候 他這個潮紅心肌的比較厲害 所以我們是建議他要做住院的觀察 那當然後續要做些什麼樣的檢查跟處理 我們現在還沒有辦法跟大家報告 我們會看他的病情 再做進一步的這個檢查 那目前的話是先建議他先休息住院觀察這樣子 好的目前葉金川的劉院住院觀察的消息傳開之後呢 剛剛稍早之前行政院院長劉兆璇也親自到台大醫院來探視葉金川 不過他離開的時候依舊是不發育 那麼有關於病情部分呢 他也沒有多說 那麼事實上呢 剛剛台大醫院也已經做出了說明 他表示呢 目前經過早上的一場混亂之後呢 葉金川他本來就已經有高血壓的病史 那麼現在的血壓依舊持續在160和110有居高不下 那麼其實他剛剛送到醫院的時候呢 甚至還有出現心肌的狀況 是甚至有些心臟方面的毛病了 那麼加上葉金川最近身體狀況一直都不是很好 那麼又工作又很忙碌 所以還會出現臉潮紅的情形 那麼現在呢 院方他們是建議葉金川呢 從下午開始應該就已經要住院觀察治療 那麼至於要住幾天呢 院方表示要是葉金川的身體狀況而定 以上就現場最新情形把鏡頭交換給彭雷主播 好那不要就算了 好的我們看到呢 這是來自於台大醫院 台大醫院發言人對於葉金川的狀況的一個最新說明 事實上呢 今天早上在立法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也來看這一段畫面 今天早上呢 這個葉金川在立法院的時候呢 原本去參加國民黨團的一個這個記者會 是要這個挺高炳業者 那結果要離開的時候呢 被民進黨的兩位立委潘孟安跟蘇正清 兩個人呢 擋著他不讓他走 這個黨的動作 我們可以看到畫面上 我們這個定格看到的畫面 這個頭很大的這個是潘孟安 他的這個左手呢正圍著這個葉金川的脖子 葉金川是右下角這個頭髮有點捲捲的 我們看不到他的臉 但是他的畫面上他是葉金川 那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潘孟安的左手呢 他的這個黑西裝那一條的左手其實是 繞著這個葉金川的這個脖子就頭跟脖子之間要擋住他不讓他離去 但是呢整個事件的發生衝突喔 大概有將近50公尺左右的這個推擠 就是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呢 後來國民黨的立委張碩文呢前來這個護駕營救才讓他脫離這個現場混亂的狀況 這是我們所看到今天早上在立法院所發生的衝突 而現在呢葉金川正在台大醫院觀察治療 包括了行政院秘書長行政院長這個劉兆璇 都到這個台大醫院來探視葉金川 今天早上發生的事情事情發生之後呢 大家就覺得非常的驚訝 為什麼立委會在立法院對官員有這樣子的暴力行為 不過呢這個民進黨兩位立委潘孟安跟蘇正卿 隨後發表說明了說他們絕對沒有對葉金川動手 是來邀請署長到我們辦公室 到我們黨團辦公室來做說明 那麼呢他掉頭就走 空間只有這麼小 媒體記者那麼多在那一直推 就這樣 然後我很遺憾的 居然有記者自己在喊打人打人 那誰打人呢 可以掉畫面還原啊 那到底誰打人要取證出來啊 根本沒有 然後你說誰掛 架脖子拐子 那到底是誰啊 請取證出來 為什麼都是用這樣的一種 忽昧這種 大家在邀請 然後變成一種 脅迫 然後變成一種 喔 暴力 像 這根本是太扯了 太扯了 太扯了 但是剛才人那麼多 那麼擁擠 難免會有推擠的情況 我們是善意的邀請 要去邀請他 但是他這種傲慢的態度 我們實在是難以接受 然後剛才有記者一直喊說有人打人 就如同派委員講的 到底誰有打人請還原真相 要把畫面調出來 剛才我們看到那個畫面 這個潘夢安的左手其實是 在畫面上 我不曉得是不是有錯位或是什麼 至少是掛在這個葉金川的脖子上 另外呢 我們今天看到蘇正清 他其實穿著黑西裝裡面是一個藍襯衫 在其他的畫面裡頭我們也看到這個藍色的襯衫 圍住了這個葉金川的脖子 那這是不是畫面會說話 但事情發生到這個狀況之後呢 民進黨黨團呢 居然一字排開開了一個記者會 譴責葉金川是落跑部長 本黨團成員蘇正清潘夢安詢問葉署長為何不出席本黨團的會議 並希望葉署長能到本黨團做說明或另外約時間時 卻遭到葉署長傲慢的拒絕掉頭而去 本黨團認為葉金川署長施政作為不能安全民之心 卻又傲慢囂張的迴避立法委員的監督 本黨團對這種無能傲慢的署長予以最嚴厲的譴責 民進黨團呢 在事後呢 對葉金川沒有任何一聲的抱歉或是道歉 道是譴責他非常的傲慢 他們的新聞稿就是剛才賴清德念的 當我們的兩個委員呢 是去詢問他為什麼不出席黨團會議的時候 希望他來或者是來報告 沒想到卻被他悍然拒絕態度傲慢 說悍然拒絕跟態度傲慢 大家把他跟這個葉金川平常笑嘻嘻的臉 聯想在一起其實就蠻困難 然後呢 他說呢 他們認為呢 葉金川署長施政作為不能安民之心 卻又傲慢囂張的迴避立委監督予以嚴正的譴責 這個被嚴正譴責的葉金川現在正在台大醫院裡頭 這個住院觀察 民進黨今天的這個動作是不是有點過當過大 惠惠 我想民進黨今天是輸大了 你看輸就累了 大家一定會想說 葉金川今天到立法院幹嘛 其實他今天在立法院另外一個公廳會 他是國民黨的委員辦 吃吃麵包 但是賴清德啊他也跑去那邊 然後他也有發言 可是場面不是很好看 可能因為這樣就心生怨恨 那國民黨的那個公廳會結束之後 葉金川就走出來了 走出來就發生了 大家剛剛看到的那一段 那我為什麼說民進黨輸大了 因為葉金川去主要是在解釋那個高炳業者 所以他今天也開始表演吃麵包吃飯糕喝了牛奶 王金平也配合著這個演出 那你今天動了手 可能觀眾朋友講說 剛剛民進黨否認 民進黨否認沒關係 但是我們中天的畫面會說話 大家自己看畫面就好了 我才不相信葉金川的脖子是張瘦文嘍的 民進黨瘦文不相信 一定有人擋手 誰擋手 觀眾朋友你自己看 那至於民進黨他譴責葉金川說 你迴避國會監督 我想衛生署署長 包括行政院內閣所有的閣院 是沒有辦法迴避立法院立法委員的監督 為什麼 因為你會開委員會 你會開院會 你總會質詢到他 那民進黨自己的黨團會議 可不可以不要去 我的潛見 當然可以不要去 你又不是正式的開會 你正式開會 你叫我來我就來了 我也不會跟杜正勝一樣 連續請假司機是不去 那你黨團的會議 那你邀請我 我不想去 我覺得這個不叫迴避監督 這個是選擇性的 正式開會 委員會跟院會的時候 我想葉金川他還是會去的 不過我們看到今天 這個葉金川的這個遭遇 民進黨這個連抱歉都沒有 還譴責說他非常的傲慢 那這整個事情 過去在立法院裡頭 我們也常常看到這個 國會啊衝突的畫面 不過那都是 立委跟立委自己打成一團 藍的打立委 立委打藍的 他們自己人打成一團 這種打官員的這個狀況 在過去的立法院非常少見 少見 過去曾經有一位 宅宗前 就因為立委 對他不客氣摔杯子 他被控告了 我這邊建議那個葉委員 葉部長 葉署長 那個可以檢記商單 還有這些畫面 對他提出告訴我 這個實在是太離譜了 因為你已經在議事堂外面了 到外面你妨礙他自由 還有傷害這些問題 今天我們回頭講一講 你那個民進黨團 你質詢毒奶粉 質詢善計清安 這個事情 他執行的盪不盪 這個是很有正當性 都不錯 雖然當初 潘委員在那邊 態度很惡劣 即使那個葉署長 他一桌子跟 差一點要丟水杯 對啊 葉署長在那邊講話 他說你笑什麼 這好像街頭在吵架在罵人 但是為了這個 讓毒奶粉這個事情 盡快的給民眾一個交代 我們大家可以 雖不滿意大家可以忍受 但是你已經到動手的地步 我是覺得此風不可掌 應該對他提出告訴 應該對他提出 不過我覺得 國民黨的處理也蠻軟弱的 今天早上大家問說 那這個行為 要不要送紀律委員會 國民黨的回答是說 我們考慮看看 然後再決定說 這個行為 要不要送紀律委員會 為什麼這個國民黨 遇到這種事情 這麼溫良恭儉讓 這個民進黨呢 這個打了人之後 還可以不道歉 還可以譴責說 就是因為你傲慢 好像意思是說你傲慢 所以你被打 是應該的 好像有這個味道的 這個隱含是這樣 那這樣子有理嗎 因為我過去我跑過立法院 通常跑立法院的通通知道 那立法院黨團 不論民進黨國民黨 如果真要開黨團會議 請相關官員出席的話 大概都是早上差不多八點鐘 早餐會 就是早餐會 那早餐會的話 署長啊 副署長或相關官員 都會到民進黨黨團 但是那個要發函 那這一次民進黨有沒有發函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說不去黨團如何如何 過去國安秘書 發生的時候 國安局長請問他久度拒絕 對出席國民黨黨團的會議 連國安會秘書長 那個時候是求議人 那個時候他也拒絕出席啊 這一些我們都是看在眼裡 然而當時國民黨也沒有把他 說邀請不成就用鎖侯公啊 鎖侯公出來那就算是邀請嘛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不對 那留人的方法太嚇人了 比較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看到了民進黨的這一些做法 坦白說了 現在民進黨他很焦慮 因為阿扁的風暴 一直衝擊到民進黨內部的穩定 那另外一個你毒奶粉事件 他也使不上力 那到了最後蘇正清 潘孟安他們兩位委員 用這種方式請葉金川的話 那我想葉組長是ECO很高的人 他應該停下來就直接了當 就告訴他說你發函的話 那我來或者相關官員跟副署長 他應該來不及說那些話吧 對他來不及的時候 就被這樣子的話 我想民進黨今天應該要譴責暴力 不過這種事情過去大家看到 不管是哪一邊都會說 我們先譴責暴力 然後再講其他的道理 可是這一次沒有先譴責暴力 就先講出一大堆其他的道理 是不是因為這次事情 真的是已經錯得很離譜了 所以他連譴責暴力乾脆都不要講 死不認錯說我絕對沒有 就像剛才潘孟安跟蘇正清講 沒有啊不然你們把畫面調出來 畫面會說話 到底是誰打人趕快把它找出來 這次是不是真的是輸打了 打人就不對 不管你的動機你的理由多神聖崇高 不管哪個黨 動手打人就不對 你有沒有記得幾年前 羅大哥啊 在立法院打人 打同事 那他怎麼下他 至少停權 暫時停權嘛 至少要停權嘛 這是最起碼標準啦 不管今天勒人家脖子是誰 他會不會說勒脖子不算打人 他還說善意嘛 對啊 他還說善意 善意邀請 我跟你講天下沒有說 我善意邀請你勒著你脖子來邀請 沒這步的啦 戀愛也沒有這樣子啦 羅大哥怎麼處理 就依照怎麼處理 那其實這個葉署長是焦頭爛額 昨天晚上我剛好在另外一台 他call in進來 其實他講到一間我覺得 怎麼不太對勁 原來他心力不整高血壓 我看他時候都有這個狀況 因為他真的焦頭爛額嘛 然後連上電視台時間都沒有知道 用call out 所以其實他的危機主理 也沒有那麼引起社會的認同 我坦白講 就說一下上架 一下下架 一下零點多少 坦白講我們都搞糊塗了嘛 如果今天連克林 雀巢 真的是有公信力都下架 大家都傲氣 我想夫婦 欸 像我們都小時候喝克林奶粉啊對不對 怎麼有這個問題 當然現在產品產地不同 所以這整個社會恐慌是事實 葉金川的辛苦我們也可以了解 這是一回事 但是我們要回到這主題說 惹人家脖子 還說要善意邀請 沒有這件事 我覺得民進黨 今天中天是一個畫面喔 在場至少有15個攝影記者 十五把他全部調出來 請立法院長王金平 你大家長出來解決 你家長頭要出面嘛 把中天的各電視台 民視3D都調出來 都看一次 就很清楚了嘛 不同角度看有沒有勒脖子嘛 有 就比到羅大哥這樣處理 同樣的獨海風波喔 我會肯定民進黨為民請命關心 這是好事 但是如果要勒脖子親一來 這說不通啦 甚至把他無限上康 並有政治鬥爭 我也不贊成 是把他集中在一個公共政策的議題 把他討論好不好 我覺得各黨都會一樣 因為今天已經提升了一個暴力衝突 被提升了政治 政治鬥爭其實不妥了 回歸到基本面 針對毒品風波 其實葉金川他昨天在訪問說 他邀請世界專家來做平等 那只好這樣 因為我們的衛生署 坦白講大家也不太相信了啦 因為變來變去嘛 所以不妨趕快找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來 做個公正的標準 以平息 這時候認錯就認錯 我覺得認錯並不是壞事情 我覺得民進黨這一點喔 潘悶安 其實那一天 我看到他拿進去要剝水 連這個動作都不對都要譴責了 更不要說都熱人家脖子了 所以那一次水沒潑成 這一次脖子就把它勒下去了 不過我覺得這個立法院的 這個問政的品質 過去大家一直以來都一直在講 說他們很喜歡這個暴力啦 很喜歡打架 那個時候是立委自己打 他連官員都打下去了 我覺得這個立法院的問政品質 應該比過去更惡劣更糟了 現在誰敢去當官 嚇死了 國民黨說完全執政 完全負責 我覺得這個少數暴力真的是蠻糟糕 因為民進黨現在不到四分之一 所以他就用少數暴力 這是最廉價的野台戲啦 那今天我覺得這個畫面 剛剛大家都講了 中天的畫面非常的清楚 我覺得一調出來就知道 到底你是拐人家脖子嘛 就像當初那個四傻的踢管案一樣 有些電視台他是挑他要的那一部分 到底事實真相是什麼 事實非常清楚 其實葉金川我覺得他是EQ IQ都非常高啦 就是劉內閣裡頭 很不容易找到有一個這樣一個署長 他離開的時候還笑嘻嘻耶 對 然後他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你民進黨要的是什麼 你如果是為了全面的健康 那林芳玉在當署長的時候 他不是也帶了一票業者啊 去跟林芳玉嗆聲啊 你的標準錯啦 害我的商慾受損啊 我要虧多少錢啊 那你今天這個問題就是 昨天晚上高雄市政府 對那個克林跟雀草奶粉的檢驗值 到底是要用0.05這個標準 還是說他超過了要怎麼辦 那我覺得就是說 那你今天你的腦袋要很清楚 民進黨訴求是什麼 民進黨今天的訴求是說 只要跟你亂啦 葉金川才上台一個禮拜耶 你不可以下台 你太嚴他就劈你太嚴 你太鬆他又劈你太鬆對不對 對 所以其實很多事情 民眾是看在眼裡 我覺得人力的健康是第一的啦 第一的就是民進黨 你要訴求非常清楚 那民進黨你任何用暴力的 這個手段 讓人家來講都覺得說 你走不出過去的 你的形象 那你今天你要監督 國民黨政府 你要用什麼 你要用什麼方式 尤其今天民進黨中央這麼軟弱 那放任這樣子的黨團 這樣的做法 包括 做不到又做做 你這個是很壞的示範 我們來看民進黨團 這個新聞稿的這個聲明 就是完全沒有提到 整個衝突事件 對人家的這個碰撞啊 感到抱歉 叫做譴責傲慢署長 無能內閣的聲明 事件發生之後 只有譴責傲慢署長 無能內閣 我不曉得 民進黨的黨主席 蔡英文對於他的這個 立委的管控能力到哪裡 這件事情他需要 講句話嗎 蔡英文能管控嗎 他總是要 他總是要表示個黨的態度 民進黨的這個態度是什麼 他不需要出來講一下 你們好歹去看一下葉金川嘛 這也是禮貌性 把人家拉了脖子 讓人家住院高血壓飆到160 然後心計 然後這個有這些身體狀況 去看人家一下應該吧 主席你剛剛講說這個立法運以前 大家就是立委打立委 對啊 好那觀眾朋友自己回想 除了剛剛鍾欣兄提到這個羅浮柱跟李欣安那部分 那有告啦 後來也有去告 那其他立委互歐的呢 有誰被告 講到最後都不了了之嗎 剛剛蘇玉琦說驗傷 我跟觀眾朋友報告 內傷是驗不出來的 你外傷痕皮膚上面 這個心理的傷害更大 心理的傷害 或是說什麼血壓變這個不穩啊 或心計什麼 這個算傷嗎 這個你不要告 我們才不要告一條 我記得啊 我還跟主持人講過說 立委有分ABC卡 主持人還不以為然 那時候主持人說 27個立委民進黨是27個 通通都是A卡 顯然今天證明我講的是對的 這27個啊 不是每一個都是A卡 民進黨很多A卡跟B卡的立委啊 在今年一月選舉的時候輸了 然後很多C卡的 因為這個地區的關係 反而懸上了 所以你看到現在民進黨裡面 我回應主持人剛剛講 蔡英文能講什麼 蔡英文管得動那些立委嗎 蔡英文管不動啦 有柯建民在那裡 賴清德在那裡 所以一個主席就放任他的立委 這樣子出去亂打人嗎 你主席是講好聽的啦 你真的叫他下命令 你說以後大家不要動手 你看他不會理他 不會理他啦 以後不要拍桌 不要動手 這些都不可能就對了 這主席是虛設的 虛偽 虛偽主席 我們先接一下這個觀眾